这次政府关门对美国首府华盛顿来说影响最大 首当其冲的就是旅游迷胜暂时关闭 让许多游客败幸而归 新唐记者王凯迪带您看到政府关门第一天 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实况 说到联邦政府关闭 您可能认为华盛顿DC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事实上周二早上到华盛顿DC内上班的人数并没有明显减少 很多联邦雇员还是要到办公室工作三到四个小时 收拾好办公桌 做好不在办公室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才能够离开 有近一百万的联邦雇员10月1号开始休无薪假 留下来的极少数人都是必须的基本雇员 所有现役军人 国土安全部 边防安全部门和其他执法机构也还在继续工作 但仍然留在工作岗位的联邦雇员并不保证能够按时领到工资 这是一个危险的情况 因为政府关闭华盛顿DC的标志性旅游景点都受到影响 原本人来人往的国会山和国家大草坪 显得空旷而安静 往日游人如智的林肯纪念堂已经用栅栏围了起来 谢绝游人入内 史密森博物馆和航空博物馆也都闭门谢客 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 奥巴马敦促议员们进行投票让政府恢复运作 同时也警告共和党人要利用10月中旬关键的最后期限 无条件提高政府16.7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 对于这次政府关门 国会接下来还可以召开会议让参众两院磋商一项临时拨款议案 让联邦政府在新财政年度的开始几周可以维持运作 不过主导参议院的民主党和控制着众议院的共和党 在奥巴马医保法预算这一关键问题上仍然没有让步迹象 面对预算僵局联邦政府到底要关闭多久 目前还是未知数 不过专家认为这种政府被迫关闭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而且大多不会持续多长时间 目前他们更为担心的倒是联邦债务上限 他们认为如果到时候再次出现僵局 那才真正会影响到美国经济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